今天是3月17号 周日A股明天就要开盘了 这个周末股民应该是非常之兴奋的 非常之舒服的 当然也有一些股民肯定是非常之难过的 腿都要拍肿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周末的利好太多了 很多人认为A股会涨到3000亿 3200甚至向更高的目标进发 证件会放你好 行业放你好 反正是多个利好叠加 A股感觉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流逝的预期 那流逝到底会不会来 还有就是线收股转融通 这个东西终于来到了实锤 前段时间是说暂停 但是在这个周末 我们迎来了明确的一个消息 那就是禁止 那禁止线收股转融通以后 A股的这个做空的筹码 几乎就什么 就大量的衰竭了 有利于A股的上涨 那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促进A股 迎来一个轰轰烈烈的流逝 如果说要形成一波轰轰烈烈的大行情的话 重点在哪里 大家觉得哪几个方向会成为超级主线呢 当然如果你把握住的这一轮超级主线 你就能够赚的彭马波 别说今年亏的去年亏的 甚至你还可以把后面几年来都赚回来 那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小分析之前大评论去一波888支持一下 技术方面A股是形成了一个高位震荡 这里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 这里在出现震荡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都在等等什么等信号 前高压力位出现连续几个星期的震荡 大家都在说一个是什么事呢 就是限瘦股转龙通融券做空这个事 是吧 怕它卷土重来 但是在周末一来实锤 限瘦股终于禁止转龙通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那A股的这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 政经会在周末发多个重磅的领导 设计的行业比较多 新股上市的造假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 没有你想不到的 大家去看一下 仔细的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那在利好的加持下 所以股民一下子就就兴奋了 到了空窗的 我估计是后悔死了 朋友们 A股这里的上涨能持续吗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的 大个率走震荡走高 除非某一个行业 或者说某一个板块出现重磅利好 那么就有机会发动大行情 那么这里要发动大行情的话 重心在哪里呢 大家觉得重心会在哪里呢 三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的留意和重视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这个星期利好比较多 有利好加持下的一个是 黎电池你看凌王对不对 去年业绩爆棚 赚了400多亿 分红要分200多亿 几乎是分了一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凌王一涨的话 那你就讲 宁德时代为代表的相关产业 是不是会爆发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在这个周末 关于人工智能的 关于数字经济的这些利好 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行业仍然会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 重点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方向 还有一些方向 就比如说在周五强势的品种 铜 铜的话 这段时间出现明显的一个上涨 利好再次来了 铜价的一个上涨 是不是会推升铜价 铜起 加以进入一个加速的上涨 那么对有色这一块 是不是也会形成一个推进 所以从周末的市场的反应来看 感觉A股一下子利好特别多 我刚才讲的这些 你看 要是有一些是消息面的 行业里面的 还有些实实在在利好 都在叠加 对不对 那么对于A股下涨的行情 整体也说是不悲观的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要防一个事 大家知道我们的 A股在这几天前几天 出现调整的时候 就是指数上涨指数不是出现30亿 对吧 所以30亿的时候 你会发现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在不断的买买买 北上资金是连续几天买入 包括周五也是什么 也是尾盘大量买入 那么在这几天 明显的 北上资金是流进了几百个亿 这几天 几天时间流进几百个亿 那么几天时间流进几百亿 那在利好的加持下出现冲高 出现大涨的话我们就防一件事 防北上资金获利盘出口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看了利好利来了 就盲目的就追割了 盲目就顶了 这个是不靠谱的 要避开大涨的 避开那些高位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算这个行情来了 就算这个市场走起来了 也是结构性行情 大家知道是结什么是结构性行情吗 是吧 就是 A股有五千多多票 不可能每个板核都涨 只有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 只有利好加持的 才会有机会大涨 所以这个你还注意 好 那朋友们记住一个细节 不管你怎么轮 不管你怎么动 市场总是会有主线 市场总是会有重点 那么你只要抓住重点 咬住主线 你就能够吃到肉赚到彭马波满 现在的问题是涨已经成为共识了 至少A股把这些不利因素都去掉以后 后面应该是走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 不会像去年那样出现什么连续的走低 连续大跌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了 开始走出一个什么板转的行情 以后每次调整 那就是机会调整 就是给你一个上策机会 能力强的技术好的 可以找一个什么 找每天的分起点 找每天分时图的低点高点 做一个差价 做一个T 我觉得是非常之不错的 就是说每天有低点的话 你去买入 有高点的话 你就卖出 卖出 做一个差价就行了 我觉得这种策略的话 对当下的行情来说是非常之不错的 前期是要避开前期或者说大涨的 因为很多前期大涨的压力比较大 那么借利好 很有可能一些资金出货出逃 再次形成高开低走的行情 对全市板块来说 大家要注意的是中智头和大金融方向 这个我说了很多次 说了很多回 中智头 仍然是机会 但是在中智头板块是属于轮动的了 也不能盲目去顶要分化 大金融方向更不用我说 大金融方向的银行本身 它就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什么 一个高位 所以后面它有反弹 要拉起来 上方的压力比较大 也是会有资金出逃 也是会有资金跑路的 这个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大金融的核心在哪里 证券 所以 证券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今天讲天天讲告诉大家重视 很多人说我证券就是赚不了钱 我就是亏钱 为什么赚钱 为什么亏钱 其实说本来你就是证券追高 对吧 你证券拉的时候你去追 接着的时候你去割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证券不会把方向做反了 他跌我就买 拉我就跑 这个节奏就没问题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注意 再加上周末证券再次处理好 什么理好的 3月15号高层再次说了一个事 就是做大做强 证券要重组 所以这个已经是多次提到了 那么证券重组可能已经是什么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了 所以你看近期的话 有一些小券商在不断的什么 不断的在出招 包括国联证券 大家看一下不断的在什么在收购 这些只是小倒小闹 真正证券板块想要起来 毫无疑问要什么 要大家伙动 大家伙大家都知道 就是央企 央企动 所以央企那动的话 像20还记得吧 2014年2015年 那一波流逝为什么会动 就是因为 中国中车的出现 南北车合并 中车爆发 新协议的轰轰烈烈流逝 那么很有可能 2024年证券板块 大家伙重组的话 就有可能再次兴起一轮流逝 所以正确豪业 这个时候在低位 你去潜伏 你去低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讲了 不要轻的去追高 证券板块 不要去做那个什么 去做短线 做短线追高的话 你是很难撞到钱的 至少现在是 目前这个阶段 不要盲目的去追 这是大家说的注意的 好 这是一大大行情来的话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就是证券 当然全车板块除了证券之外 还有我刚才讲的近期有利好 加持下了一些板块 比如说有色这一块 有色这一块 随着环境价格的上涨 同价上涨 可能他短期会有一波异动 老股民都知道 只要一涉及到涨价 那么股价就会有一升 有个推升 这个就跟价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博个短期 当时中长期就不知道 中长期如果他股价 他价格不断上涨的话 他也可能继续上升 这个要结合现货的价格来看 好 还有就是白酒这一块 近期也出于反弹 但是白酒的话 在315又出现 出现一些不利好的因素 我觉得他只能把它当在 超跌反弹来做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个是权重方向 题材方向毫无疑问 题材方向的核心在哪里 题材方向的核心是在科技加汽车 这个是毫无疑问要咬住的 很多人会说一说你科技是吧 这个华为概念你看是吧 涨了那么多 涨情潮又是大片 那么怎么理解 我告诉你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你就咬住这个核心也可以 因为华为它设计很多 是吧 有芯片的 有机器人的 有 这个消费电子 反正它设计它都很多很多 所以不管你怎么走 不管你怎么动 这个方向 资金光速度是很高的 所以你也咬住这个方向 很多人会说 这个方向怎么咬 怎么咬就靠你自己去了 因为它有很多分支 很多分支 比如说通信技术方面的核心龙头 6届龙头是谁 对吧 比如说这种中备中心通信 这些对不对 比如说芯片的核心龙头是谁 比如说光刻机对 光刻机的核心龙头是谁 我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前去年光刻机炒华为干点社 有一个票涨得比较好 那就光 张家高科对吧 那么这些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他们的位置 是不是有机会 所以它设计的行业比较多 我们就抓住每个板块的分支龙头 如果说回台到位来去做一个 超跌反弹 拖一个短线的拖一个短期的机会 是没有问题的 说这个方向 它就是轮动轮换 今天可能是这个方向涨 明天可能是那个方向涨 大家操作上面注意咬住就行了 你看近期华为方向 又有一种新的概念 比如AR手机 对不对 那么很多也是叠加体的 那么AR手机的核心看点在哪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AR手机的话 有几个票人就比较旺 对不对 大家去看一下 那是不是有存着的一些机会 除了这一个之外 重点 新能源车这一块了 刚才开头讲了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爆发 业席的爆发 可能带动整个行业 那么与之相关的锂电池 新能源方向就应该要重视 重点的话 我们看一下前期调整 比较充分的锂电池个股 光伏概念等等这些 包括楚能这一块 当然要说赚钱效应更大 最强的 就是他了 新能源车 所以新能源车是一定要咬住的 为什么新能源车要咬住 大家知道新能源车在这段时间 每天都有很多票涨停 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汽车是我们现在要重视的 是一个关注的焦点重点 我们新能源车在全球市场是具备 正 竞争力的 所以这段时间又是什么 又是资金关注比较高的 我们的国家又大力 什么大力扶持的一个行业 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大力的 发展什么 什么新能源车行业 不包括我们国内的小米包围 一些其他的一些科技企业 都是在是吧 都是在布局大力的发展 很多会说我们大力发展 人家国外不发展的 人家国外看不起 对吧 因为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说 哎呀美国关于电动车这一块的话 人家好像这段时间放弃了 这个时间不搞了 包括欧洲好像也是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他真的是不搞吗 他不是不搞是 党私心的撤退 我们叫战略撤退 他为什么不搞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亏钱 他现在是因为亏钱不赚钱 那我们为什么搞得起来 是我们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比较完善 我们的成本比较低 我们成本已经是非常低的 相比起美国欧洲那些 我们具备很大的优势 所以他们现在是什么 是没有办法和我们拼 他们的他们的优势在那里 在传统的汽车 汽车这一块 就是汽油车 柴油车这一块 所以他们要守住阵地 以后再慢慢的什么 慢慢的在发展新能源 并不是说他不搞新能源 所以我们的重心 现在就是新能源 因为新能源 我们已经完成了 翻到超车 这个是我们要什么 要大力的推进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段时间 就是关于新能源车 降价的一个事 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都什么 价格降下来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占有率 为的是什么 市场是吧市场份额 多数未来市场份额 我相信一些比较成熟的 投资者都应该知道 首先要想赚钱 最关键是什么 是你的有市场对不对 有市场占了市场以后 你才有机会赚钱 你市场都没有 你拿什么赚钱 可能你在这个位置 短期是亏钱的 但是只要你把这个市场占住了 那么你就有机会赚钱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寡头 比如说外卖的 比如说其他行业的是吧 很多人都开始都是萧 都是什么都是烧钱 亏损的 但是他占领了市场以后 他才能有机会赚钱赚大钱 现在新能源车 我们国内的汽车降价 也是在什么 也是在占市场 就是真的市场的占有率 对朋友们在操作上面是要注意的 整个来看周末的利好数非常多 但我们市场的资金关注度 在不断的提升 在不断的加强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不必要太过悲观 不必要太过悲观 我觉得中国股市像去年那种 下跌的日志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线售股转融通这个东西 终于已得到实锤了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空方有大量筹码 不断的砸砸砸了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接下来把握好机会 跟进市场资金的主战场 争取把今年亏的 把去年亏的全都拉回来 以后把后面该撞的都撞回来 我相信大家只要仔细去什么 去跟随 仔细去有助相关的主线品种 他是能够吃大肉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